我跟妳講它是淡鹹 出乎意料的好吃 我覺得這不是排骨 排骨絕對不是長這樣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 謝燕玲 我現在在西羅服務區的情車廠 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神秘便當 而且只在西羅區才吃得到 在地人可能都還不知道 真的 這個其實是 問長才會知道的神秘便當 其實我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這邊 我們也不確定到底這個神秘便當在哪裡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找路一下 好 那我們趕快下車帶大家去探索一下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在西羅服務區的停車廠 那我有上網先爬文林一下 我發現它是在後面的那個加油站那邊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那一區找一找好了 好 你還帶路 好 走吧 好 會先經過廁所 然後穿越廁所往後面走 這邊有沒有看到加油站了 應該是這一區喔 我看到有人手上拿便當 該不會就是那個神秘便當吧 等一下 我看到這邊有一個 問長便當 但是這個應該不是很神秘喔 我們要找的應該不是這個 因為這麼光明正大 所以不算是神秘的 便當 便當 扣起來便當 這邊要小心 因為車很多 特別是大卡車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看到有人手提便當喝了 我真的到這哪裡了 應該是那一區 大家看一下那個 圓圓那邊大家是不是有發現 有扇子在搖晃 我猜 應該就是那裡 我猜 應該就是那裡 真的有人叫我們過來 真的耶 我看到手了 真的是有手在晃 有便當嗎 剛剛我們的錄影中段 因為其實他們很不願意被拍到 所以我想說為了尊重他們 我們還是不要拍好了 剛剛我們買便當的方式 就是你直接問他說有什麼口味的便當 像今天就有控肉跟瘦肉的 然後一個是70塊 就跟他講你要什麼便當要幾個 然後他就會伸手拿錢 我們給他錢了過後 他就會找錢給我們 就是在一個超級高的距離 那我們選的這個是控肉飯 等一下到車上吃給大家看看囉 好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我買的控肉飯 70塊其實菜色蠻多的耶 他有一個主菜就是控肉 然後一顆乳蛋完整的 然後有1 2 3 3個配菜跟一個菜頭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是鹹魚嗎 對 炸鹹魚 在吃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那邊原來有兩家在競爭 另外一家比較好的就是他有賣排骨飯 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家的排骨飯 喔 它一樣也是有主菜 然後也是有鹹魚乾淋 然後菜大概是兩種 可是它有油豆腐 然後它有一片香腸 所以它這樣子也是70塊 我覺得大同小異耶 那我們先試試看味道哪一家比較好吃 好 那我就先來吃吃看我這個控肉飯 排骨飯交給你囉 等一下我來試吃排骨飯 好 我覺得要先吃主角就是它的控肉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厚耶 但是我覺得它的肥油蠻多的 喜歡吃控肉那種肥油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我跟你講它是淡鹹 出乎意料的好吃 而且我覺得它瘦的部分也不會說很柴的那種 它的飯也很及格 你知道以便當來講 這個飯是OK及格的 我覺得它的便當有一個味道就是有一個 阿嬤的古早味耶 我知道了 小時候帶便當去學校當午餐的那種味道啦 雖然我的阿嬤不是台灣人 它乳蛋也是給整客的 這個乳汁就乳到裡面進去 它這個乳蛋就乳到還蠻入微的 我覺得很符合我胃口耶 因為我是喜歡重口味一點的便當菜色 但是這個鹹魚乾我不行 它太鹹了啦 這個便當70塊要我打分的話 1到10分我會給7分飯 等一下小編的這個排骨飯 我覺得不是排骨飯 它這麼拿錯 這個很像是瘦肉耶 對啊 看起來很像是控肉的一種 但是它還蠻大塊的 你看還蠻厚的 它還有一個你不喜歡的鹹魚 兩家都有鹹魚 但是它的菜色基本上大同小異 多一個豆干 我先來試試看它的瘦肉 看看好不好 好乾喔 真的嗎 所以這一家沒有上一家的好吃 難怪剛剛一大堆人都是點空的 沒有人在點排骨 它排骨是比較乾 你看它雖然滷的很透徹 但是沒辦法太乾了 好 我想要試試看 剛剛小編說這個很乾的排骨 直接這不是排骨 排骨直接這不是長這樣子 我嚴重懷疑它拿錯了 因為它可能摸黑早便當 拿到瘦肉給你 這個完全就是瘦肉的味道 吃過瘦肉了 你都知道瘦肉一定會有點 嚼嚼的嘛 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它這個肉的滷汁也是滷得很入味 因為很鹹很重鹹 真的覺得很喜歡重口味便當的人 可能會喜歡這一家 好 剛才吃過那兩家的這個便當盒 我覺得雖然我們吃的菜色不同 但是光它的這個配菜跟主菜來講的話 其實比較推薦你們去買右邊那個阿婆的 因為左邊的那個它的口味 可能比較不適合我們 但是口味是很個人的東西 所以你們也可以嘗試看看 我們這個影片還沒有要結束 因為我們現在是南下 其實北上也有神秘便當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看 好 我們走吧 好 我們現在又繞到了西羅浮物區 不過這個是北上的 聽說它是在這個圍牆的裡面 那到底要怎麼買呢 好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吧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告示牌寫大型車 有沒有 就往這個方向 各位 各位 我看到了 遠遠那邊是不是有一個紅旗 看到紅旗就表示它今天有營業 那我們就朝紅旗的方向走吧 但我覺得我們要過一下馬路 因為我覺得會有很多 那個大型車大卡車路過 會有點危險 所以大家注意安全囉 好的 我們已經買到了雞腿便當 那它的選擇一樣也是有控肉瘦肉跟雞腿 那我想說雞腿我們剛才沒吃到 我們就點一個雞腿便當好了 這個老闆也是非常非常低調 我真的有發現他們非常不喜歡接觸到攝影機 所以我們也是有尊重他們的這個權益 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不趴了 大家大概就知道那個位置就好 好 那我們去車上吃這個雞腿便當吧 好 我們趕緊來看一下它這個雞腿便當 70塊它這個雞腿便當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豐盛 其實我是覺得它的飯的份量超多 但是我覺得它的配菜沒有到非常多 它就是一個主食嘛 乳雞腿 然後一顆乳蛋 然後兩種配菜一樣也是有這個香腸 好 我先來試試看這個小小的乳雞腿 偏甘柴一點 吃飽OK啦 但是便當如果你想要吃美味的話 可以跳過 我覺得它便當如果是現點現做 就不會看起來那麼甘柴 因為那個一看起來就是做起來放很久了 但是因為我們其實只吃它的雞腿 就平斷它好不好吃 其實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畢竟它也有控肉 欸 搞不好這三家的控肉都很好吃 雞腿的話可能比較不合我胃口 但是我可以試試看這個乳蛋 我覺得這個乳蛋可能乳的比較沒有那麼透了 因為你看它的那個蛋白還蠻白的 我剛吃起來確實是比較沒有這麼重鹹的 但是也很看個人 因為如果你喜歡吃比較清爽口味的話 那你可能會喜歡它們家的乳蛋 這個一到十分的話 可能我會給五分 及格 但是就是很量級 就看個人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支持一下 好的 今天已經體驗完西螺服務區的神秘便當了 我覺得今天的體驗真的是還蠻酷的 因為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用這麼酷的方式去買一個便當 然後還被拒絕拍的 但是我要說很多服務區的便當基本上都是100塊體調 因為服務區就是有很多觀光客 所以它那個食物的單價通常都比一般來的高 如果你想要體驗這種很神秘的買便當方式的話 你可以來嘗試看看 而且畢竟它們是小本生意 其實生活很不容易 如果大家有南下或是北上經過西螺服務區的話 想要支持它們也可以支持一下 好 那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個分享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